每周天下的海景 各位微信闲市 各位熟悉三知识 我们现在的房子公寓的很多 大部分都改为公寓的了 所以公寓出去 很多府边都会有楼梯 或尤其是电梯最厉害 有时候我们去看整栋的房子 我们出去的 府边的都是电梯的 家里住的比较不平安 但是我们买了一栋房子 好不容易也一生才买一次 但是你没有办法买了 以前都不晓得 现在知道了 也不办 有一个方法 你们进来 进到房子来 你农边 排过水族箱 或者圆的玻璃这个瓶的 反正有水在那边滚就好了 你要看怎么样的水族箱也好 你就可以做进门来的农边 外面白虎在动 你里面 你们的水族箱在转动 这样就可以 消灾化节 虚极必凶 大化小小化五 也不能说只有一个水族箱就能破解了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你一个水箱会动的 把这个阴急把它平衡了 那么事情大化小小化五 所以你花了很少的钱 你就可以改善 那么有的门出去 右边是电梯 那进来你就改九十度的 让外面的电梯 你就在你的龙边 那么你门改进来九十度了 那你这个门框 你一定可以留住 但是门闪你要拉掉 比如说是电梯 门一进来 你出去就白虎方 那你这里 还有水箱 水族箱 它是动的 水箱动 它也没有虎方动 那个虎动 是阴急 农动是阳急 阴阳可以平衡掉 这个水箱 这个水箱可以圆的也可以 反正要有水 让它再动就好 或是你改玄关 改玄关 这样门就进来了 改玄关改过来 让你的门 这个最闪门 看了是东边 但是这个门要拆掉 这个门要拆掉 门框门轻打来就好了 如果是门轻你没 没踏掉 这个门闪拿掉了 改这个门是没有用的 没有拿掉 没有拿掉是没有用 现在要拿掉 把这拿掉 那这个气 就是直接收这个气 就是农边的门改过来 那就好了 这个山不转路转 路不转转 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要领 你不要去花什么钱 花最少的钱 也是有那个功德 记住 你们改过来了 这个门要拿掉 这个门你说好了就好了 有人怕小偷 我告诉你 你所损失的比小偷 所跟你偷走的还多 这个我们要有智慧 不得不注意 祝福各位 你所损失的比小 你还记